加油 冬天里的一把火 上学的那个歌 让我们当起双甲 108108将 好汉哥 好汉哥 还有一个 双鱼 两只蝴蝶 亲爱的你慢慢飞 小心前面再次怎么回归 很厉害 时间到了 现在羊笛组和何超连组各拿5分 好 5分 然后小丁组0分 这是碾压 你们在干嘛 不是你们 你们偷提了吧 慢一点 我真没偷提 你真的他都没有开始演 你就说实话打出来了 最最难最难的是宋慕子比划的那些 下一组谁来 哎 下一组 冰冰他们比完 然后是笛哥比 然后我们最后比 笛哥你们比划 我们比划 还好 计时开始 嗯我想想啊 全 泰雅 屋顶 月亮 哎 月亮 月亮 嗯 鱼 鱼 那个西洋红那个组合 什么西洋红 不是啊 荷塘月色 是荷塘月色吗 荷塘月色答对 但是你要唱歌 我像这我像这鱼儿在你的荷塘 什么什么 我 我像这鱼儿在你喝的荷塘 我 叫白月 过吧这道题 只为和你守候 哎天呐 从第一句演到第四句啊 我 我 有一个 小 小秘密 蜜蜂 小苍蜻 小蜻蜓 小蚊子 不要因为它长成这样子 你们就全部猜虫好不好 没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吗 全是蜜蜂蚊子 蜡蜂 小鸡 蚱 接近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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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小鸟 歌名答对 唱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怎么飞飞却飞飞不高 好 好他应该看不拆不对了 兔子 他属 属 老鼠 老鼠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鸣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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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鸣 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 hold着你 守着你 爱着你 哈哈哈哈 哈哈 牵着你 抱着你 弯着你 盯着你 看着你 这啥意味着你啊 什么东西啊 哈哈 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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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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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 可以 答对 哇 最后一分钟 你看这个 四代五 啊 啊 啊 蔡英霖是吗 杨丽萍老师 五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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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唱 选战跳跃 我不定间 然后 陈下团不见 你 你什么的 我不会下一句 你 你 你美了没 喝醉 什么 你喝醉了没 哈哈 哈哈 你喝醉了没 就差一个字 就差一个字 这是什么 有 有 你沉醉了没 你沉醉了没 对对对 好 哇 确认一下 从头唱一下 成转跳跃 我比这样 成小看不见 我成罪了没 哎 又错了 又错一个字 是什么 是刚刚应该是你和我 你和我的错 你和我的错 到了 时间到了 几道题啊 我们对了 大大组和迪哥组都是六分 小丁组依旧是零分 我们只对了一道题吗 我只对了一道题啊 那我刚刚现在努力什么 好多歌你都会 但是歌词全错 行 你们上 哎 小哥 你有没有觉得他是故意的 谁啊 他可能就是想换队友 他可能就是想换队友 所以就没有 你那个一会看看他怎么表演的 好 就绿了 听命答 听命答了 我们现在只要超过他们 我们就稳第一名了 只要超过你们就稳喽 计时开始 这个 解决完 对 解决完 解决完 万眼睛眨眨眨 心动的世界 嗯 不 不 什么啦 解决完 万眼睛眨眨眨眨 花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 你的微笑相约弯弯 气氛好浪漫 需要你陪伴 好 底分组和小丁组各加一分 耶 我知道 这个是一种意境 意境 意境 你不要这么看着我 这是什么意境 哎 会有什么 泡沫 泡沫 对对对 全都是泡沫 不是不是这一句 不是这一句 你还用你省省力气吧 第一个字 真不会泡沫 算了 换题吧 换题吧 是美丽的泡沫 美丽 你们干比什么呀 哦 这个好 也是这个 鸟 小鸟 中鸟 我在这 做 num 碗沫 感想多醉 你说这一句 很有夏天的感觉 手中的铅笔 在嘴上来来挥挥 走 窗外的马切 只有这样形容你 只有这样形容你 是我的美 是你的美 我有这样子形容你 对对对 是我的美 我有这样子形容你的美 哈哈哈哈 哎每人一次吗 如果没打就算 那你先来吧 手中的铅笔 在纸上来来挥挥 我用尽样子 行 形容你的美 啊 能不能不能 来来来来 那个七里枪周杰伦对吧 你也错这道题就作废了 嗯 我不会 那个我用几行字形容 哈哈 你也错这道题就作废了 我不会 没事都没拿到 没拿到没事 没关系 比速度了 这个很简单啊 啊 霍元甲 双结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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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双收集棍 哎忍者无敌 不对不对 割对了 刺不对 这个词怎么记啊 双结棍 对 快使用双结棍 哼哼哈嘿 快使用双结棍 哼哼哈嘿 对了 就没了 对没了 小顶组和底歌组各加一分 I'm so sorry 最后40秒 最后40秒 没那么听说的 多新鲜呢 就是啊 没错 德云社的谁 叶锏 悦云鹏啊 你比四环多一环 五环之歌 五环多一环 五环之歌 五环 你比四环多一环 五环 五环 你比六环少一环 你比六环少一环 对了 你比六环少一环真对 真的能弄对 小丁组和大大组各加一分 最后三十秒 这个就写第二好了 洋葱 洋葱 呃 如果你愿意 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 你会比酸 你会流泪 只要你能 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结束了 没想到 对了 小丁组和迪哥组各加一分 获得第一名的队伍是杨迪宋子队伍 好累 真的好累 赢了吧我们 我们赢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好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特色的安徽美食 迪哥组获得了第一名 你们可以获得我们的一等套餐 不倒翁 灰式红烧肉 大杂烩 和灰粥刀板香 哇 谢谢 第二名的可以获得我们的二等套餐 碗北油茶汤 食堂驴肉烧饼 第三名的小丁也可以获得我们的三等套餐 臭鲁鱼 你好喜欢 对 他今天说了一句 他说他不喜欢吃臭鲁鱼 他没吃到好吃的臭鲁鱼 接下来有请安徽省烹饪协会监视长赵正松老师 为我们介绍安徽美食的文化 来有请赵老师 来赵老师您好 您好 赵老师帮我们介绍介绍吧 今天有什么 值得推荐的安徽菜 这是这个臭鲁鱼吧 臭鲁鱼 算是这边代表性的一个菜系 这个呢也是一个有传说的就是在我们 安徽同龄池州这边 而生产的鲁鱼 以前这个鱼贩呢 他要把这个鱼呢 掉到房上去卖 但是走到那个郭村的乡的地方呢 下了一个大鱼暴雨 没办法走了 他就把这个鱼呢 就是麻一层鱼 然后耍一层盐水 七八天以后呢 鱼栽而红的 而且这个鱼鳞它不落 就微臭的感觉 但是也不是很臭 臭鲁鱼 作为灰菜的代表之一 历史悠久 别具风味 鲁鱼想用肉质肥美的新鲜鲁鱼 经过腌制和发酵 使得鲁鱼的表面呈现铜绿色 鱼菜发红 红烧烹调后 依然能够保留鲁鱼的新鲜美味 入口唇滑爽口 鱼肉酥烂 臭而鲜香 这很臭吗 为什么没有觉得臭 吃起来不觉得臭 它是很香 很咸香 对 咸香的 它只有闻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微微的一点臭 好吃 蛮好吃的 这闻着臭吃着很香 对 介绍几个刀板香 其实有个名人叫吴宗献 兵库上书 他来社县去看他的事物 那事良就给他做了全肉 刀板香 顾名思义 他的精髓变在于刀板流香 取自然生长的香章木 与腌制后的猪肉一同烹煮 香气混合到蒸汽中浸在肉上 即使肉有了章木的芳香 也带走了咸肉的油腻 辣香柔和着淡淡的木香 妙不可言 刚切出来的趁热吃 来来木子 香 对对香 有点下饭 它非常下饭 我就是因为刚刚吃它第一口 一吃我就想要米饭了 它特别搭配主食 我感觉一片就可以拌碗饭下去 远远的就勾起了我的食欲 这个红烧肉看起来真的特别好吃 那个沙汤好像也是 那不是沙汤 那是叫晚北油茶 那里面有花生 面筋 千丈 猪骨髓汤 驴肉烧饼 天上浓肉 地下驴肉 浓肉的时候 但是驴肉在人间肯定是个美味了 好 我们谢谢赵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讲解 感谢感谢 谢谢 好了 好了 谢谢 感谢 感谢